好啦 如果你是刚好 开在我后面的车主 然后刚好在看我这影片的话 我跟您说声抱歉 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发安卓的频道 我是安卓 今天是美国的连续假日 但我没什么计划 待会打算带着大家看看特斯拉的Forsal Driving 能不能够在不介入的情况下 带我来去IKEA 不知道看影片的各位观众你是念IKEA 还是念IKEA呢 我还蛮好奇的 不过在出发之前我要帮我的Yoke方向盘 做一些小补墙 在上支影片下面有许多观众朋友建议我 应该加上一些螺丝胶水 那关于安全呢我是还蛮注重的 所以我就马上下定了螺丝胶水 待会我们把下面螺丝加强后就出发来去IKEA 因为这是我第二次拆啦 所以应该很快 即使现在是大中午的时间呢 我想应该可以在10分钟之内完成吧 如果好奇我怎么升级Yoke方向盘的朋友 我也把影片连结放在下方的说明栏里 接着还请大家帮我按个赞之后 我们就开始动工并且上路来去IKEA咯 这个螺丝呢因为上面有一些残胶 所以我建议大家用钢刷把上面的这些残胶给刷干净 再上胶水会比较安全一点 好刷干净后呢我们大概只需要上前面三格 有点多不过没关系 接着再把气囊给装回去 这样我们就大功告成了 是不是比上次要快许多呢 好我们从平常出发的公园开始 我们看看哪一个发音特斯拉它能够辨识呢 take me to IKEA take me to IKEA 可以喔IKEA它听得懂 那另外一个 take me to IKEA 欸其实它两个都可以听得懂欸 所以就没有辨识上的问题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让它FORCE OF DRIVING看看 能不能够顺利抵达咯 OK我从停车场里面就开始让它FORCE OF DRIVING 那大家可以顺便看看我的Yoke方向盘 使用起来的状况是怎么样 那顺便跟大家聊一聊 昨天特斯拉宣布了他们在第二季度的交车数字 刚刚好突破25万辆一点点喔 那我不知道这样的数字有没有符合你的预期啦 是明显比第一季要少的许多 虽然这个我一点也不意外 因为上海厂停工的关系 但是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我预计第三季应该有可能会再度破纪录 因为目前有四座工厂正在开工嘛 那所谓没有意外的意思呢 就是没有向上海厂再度停工这种情况出现 好我们在前面的红灯右转 其实这个地方是蛮tricky的 因为其实是看不到那边来车 我现在脚在刹车上准备 我其实有点担心它看不到那边的来车喔 因为刚好这个角度呢 是有一个视觉的死角 哇非常不错耶 我是不知道它怎么办到的 因为刚刚那边呢 旁边是有视觉死角 上面有一个电箱是挡住的 平常就算我自己开啊 也要非常的小心才能确定出来的时间点 那刚刚这个转弯它处理得非常好喔 那我刚刚只是脚放在刹车上准备啊 完全没有介入 好的绿灯起步 还不错 这条路我们平常比较少走 所以我们顺便来看看 它的表现会是怎么样 那回到刚刚交车数字的话题啊 那其实呢 特斯拉他们这次的成绩 我个人是觉得还OK啦 因为考量到封城将近整整一个月嘛 但因为7月4号礼拜一 股票市场没有开市喔 不知道礼拜二的时候 市场的反应会如何 另外我们的 哦 这边它有一个莫名其妙的刹车 但还好我没有补电门啊 他自己又把电门给补上了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因为前面的车子其实并没有慢下来 好前面的车打了方向灯 这个刹车还行 OK 待会前面我们有个小挑战 就是左转 但这个左转线道呢 它是两个线道并行的 希望它不会跨到隔壁线道 像我们之前试验的版本呢 它这个撇的是有点凶猛了一点 好它决定走内线 那我们看看待会它会不会切到外侧线道去 希望是不会啦 因为在之前的试驾呢 一样类似的路口左转 它是在转弯的过程中 从外线突然间切到内线 我个人是觉得有点危险啦 好让它自己转 OK非常的完美 完全是乖乖的在我们该载的线道里面 不过今天因为放假啦 路上车子其实不多啦 不知道在美国的各位你们 国庆日有没有去哪边玩呢 我自己是没有安排什么假期啦 就是在家放松 我现在来去IKEA逛逛 看一些想要添购一些衣橱啊之类的 好一边绿灯之后马上没有犹豫 电门就踩下去反应非常的及时 到目前为止我都还没有任何的介入过 那如果不熟悉Fossil Driving的朋友呢 你们可以看萤幕上 只要这个蓝色的圆圈 是亮蓝色的情况 就是车子正在Fossil Driving中 我是没有做任何介入了 除了我可以稍微的踩一下电门 帮它加点数之外 不然呢只要我踩刹车 或者方向盘稍微控制一下 就会解除Fossil Driving 到目前为止都还蛮不错的 不过在这个路段呢 因为我是当地人啊 所以我知道这个 下这个小山坡的时候 有时候会躲警察那边测速 所以呢 我会把它速度刻意放慢到正常的限速 不过旁边有一台敢死队先冲啦 所以我就把它提到50英里 不然通常这边前面那个路口呢 常常会躲有警察在抓超速 看来是没有 那我们就可以放心的通过这里了 好它这边切到右线 其实我们后面有一台特斯拉 哇这边我还提一点数 因为它有点去挡到后面的车子啊 我不知道它在 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做了右转 严格来讲我也没有介入啦 我只有踩下加速而已 但是呢我觉得它这个换线 换得非常的不恰当 有点去挡人家车子的感觉啊 我希望后面那个车主 他不要以为我在挑衅了 因为不是我在驾驶是车子 那它同样也是开着一台Model Y 希望它不要误会了 让大家看看我后面的车子 它现在离我蛮远的 可能被刚刚我这个举动呢 它是有点吓到了 好我们前面要左转 好这个很尴尬的车主 它在旁边跟我并排 OK这个左转没有问题 如果你是刚好开在我后面的车主 然后刚好在看我这影片的话 我跟您说声抱歉 好我们前方其实已经看到IKEA的招牌了 那到目前为止呢 其实我都还没有真正的介入啊 看来今天是有机会可以达到 完全零介入到达我们的目的地 好这边它有一点开的有点太快了 这边其实有stop sign 哇速度真的太快 这个刹车是我踩的 好我再让它回到自动驾驶 但我们现在马上切到右边 我不是很确定它是没看到stop sign 还是只是单纯的就开太快 待会我回去一下看一下录影 看看上面是否有看到stop sign的标志 好它这边有一点左右摇摆的感觉 其实我发现了 我换了又一个方向盘之后 大家可能可以看得更清楚 我的方向盘 或者说Forsal Driving 它是想要往左还是往右打的动作 圆形的大家可能反而看得比较不清楚 OK好其实我们已经到达目的地了 但我不觉得它有办法自己开进去 好的 那我们抵达IKEA 我先找个地方停车 先简单说一下这趟路的感觉 真的是蛮可惜了 我们差一点就可以完全无介入 让它到达目的地 但刚刚那stop sign呢 我不是很确定它到底知不知道那边要停车 因为当时的速度真的有点太快了 所以我最后一刻决定手动介入 踩下刹车 我回家看影片才意识到Forsal Driving 那时候犯了一个蛮严重的错 这个路口有点特别 它并没有立起来的stop sign的牌子 但直行的限道呢 地上是喷有stop sign的 因为要让对象上高速公路的车先行 我回家看影片发现 特斯拉它是有辨识出地上stop这几个字的 但以当下的速度 我觉得它是没有准备要踩刹车的 就算它最后紧急踩了刹车 应该也是因为对象车要左转 为了预防碰撞而踩下去的 并不是因为stop sign而踩的 因为到最后决定踩下刹车 那时候只剩几公尺的距离 而那时候的时速还有25英里以上 也就是超过40公里的速度 所以我回家后才发现 这其实是一个蛮严重的误判 只是我不知道是它的图资 还是全视觉的辨识上出了问题 除此之外就是刚刚下坡的部分 它莫名的往右再往左切 这个动作呢 我是有点百思不得其解 因为当时我前面是没有车的 那它往右切的时间点呢 其实离后面的车非常的近 如果后面那个驾驶脾气不太好的话 我想我可能会有点麻烦 除了这两个小缺点 我就记得驾驶其实还蛮不错 但同时也提醒我们 当你在使用forcel driving的时候 一定要实时注意 而且手握在方向盘上面 准备接手 不知道各位 对于forcel driving今天的表现 感觉如何呢 希望你可以在影片下面 留下你的看法 今天我们就先跟大家聊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内容 记得下面帮我按一个赞 还没follow的朋友 一起按下追踪键 并且打开小铃铛 我们在下支影片 再跟大家聊更多有趣的话题 感谢你今天的欣赏 我们下次见 大家拜拜